各位学生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2021年住的会设会计基础班的内容 那么从这一讲开始 我们讲第二部分 在某一时点旅行的旅游义 它是什么意思呢 一锤的满面 它是什么意思 不用计算旅游进度 啥时我把东西交给您客户 您客户取得了相关商品控制权 我啥时一次性确认收入 某一时段旅行的旅游义务是分期确认收入 但是某一时点旅行的旅游义务是一次性确认收入 别错了 那么现在就一个问题 什么时候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 这个时点貌似就是我确认收入的时点 所以我现在就是要判断 哪个点客户取得了相关商品控制权 我们应该考虑六个迹象 这可以考我们所说的客观题 比如说多选题 用背吗 不用 你背他干什么 简单的看一下就行了 比如说你一个 企业就该商品享有限时收款的什么权利 我有收款的权利 站在您客户的角度 您就该商品付有限时付款的什么义务 第二 我企业已经将商品的法定所有权转移给客户 换句话说 站在您的角度 您拥有该商品的法定什么所有权 这些不用背 知道就行 再比如说第三个 企业已经将该商品食物转移给客户 也就是客户已经食物占有该商品 那我问一下 我把东西给了你 你已经占有了这个食物 是不是一定表示我认为你取得了商品供制权 未必 比如说有一种特殊情况 如果是我的笔 我想把它卖了 但我实在太懒了 我就不想自己去卖 我把笔给了您 我让您替我去卖出去 在您没有卖给独立第三方之前 这个笔是不是您食物占有 是 但是算您的笔吗 不算 仍然是我的 就这意思 第四企业已将该商品所有权的主要风险 报酬转移给客户 我们原来讲究的就是风险和报酬 现在在我企业的眼里 您是客户 您是我的商品 您取得了控制权 我才能确认收入 而不是我转移了所有权上的风险和报酬 我就确认收入 是这个意思 第五 客户已接受该商品 第六 其他表明 客户已取得商品控制权的迹象 这六个因素不用背 他可以靠选择集 就是我之所以考虑这六个因素或者这六个迹象或者这六个条件 我就是要判断出你是在哪个时点客户取得的商品控制权 我就在哪个时点确认收入是这个意思 我们看2018年的一个多选题 对于在某一时点旅行的旅游义务且应当在客户取得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 在判断客户是否取得商品控制权时且应当考虑的迹象 这种不就是白给分的题吗 也不用背 第一 客户已接受该商品考虑 客户已拥有该商品的法定所有权考虑 客户已取得该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报酬考虑 第四 客户就该商品付有限时付款义务考虑 没了 就是ABCD四个选项全选 六句话 他抽出四句话考虑 那不是非常容易形成多选题吗 那么第二个叫售后代管商品安排 这是啥意思 先不着急看教材上的理论 我先给你解释一下 比如说你从我这买了一万根笔 我可能已经收了您钱了 但是您跟我说 老师我求您了 我现在仓库没地方 我这一万根笔 能不能在您的仓库暂时您替我保存一下 当我回答能的时候 这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售后代管安排商品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会问你俩问题 第一 是所有我卖给您的东西 您都没拿走 在我的仓库都算售后代管商品安排吗 未必 有的是真的售后代管商品安排 有的是假的售后代管商品安排 有人说咋还会有假的呢 我后边会告诉你 要同时满足几个条件 第二 如果我真的是售后代管商品安排 那我啥时确认收入呢 我们按照基本的收入确认 原则是我履行了履业义务 你客户取得了商品控制权时 我就可以确认收入了 可是现在尴尬 明明这个东西我已经卖给您了 明明我钱都收了 或者我有收款的权利了 但是您以为您的果实 您的仓库没地方 这个东西仍然在我的仓库里边保管 算不算您取得了商品的控制权 有人说不算 不是 在这种情况 如果是真的售后代管商品安排 哪怕这个东西还在我的仓库 我就可以确认收入了 但如果您不是真的售后代管商品安排 东西在我的仓库 我不能确认收入 啥时确认 啥时我把东西给了您 您取得了商品控制权 我才能确认收入 所以这个售后代管商品安排 它唯一要解决的问题是 肯定要确认收入 只不过要解决的问题是 何时确认收入 就这个意思 先给你笼统的给你个概念 我们往下看 就是将来站在我卖方 也就是企业的角度 跟你买方客户签证的合同 我已经就销售的商品 向客户收钱了 或取得了收款的权利 什么营收账款呀 合同资产等等 但是直到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 我才能把商品交付给客户 在这个未来时刻来临之前 这个东西仍然在我的仓库 仍然是我企业继续持有该商品的食物安排 那这种很可能就是售后代管商品安排 但是这个售后代管商品安排 有真的有假的 不论哪一种情况 通常都是您 因为您缺乏足够的仓储空间 因为您的生产进度延迟 您不需要这东西 所以你暂时存放在我的仓库 那我何时确认收入呢 我们接下来看判断原则 首先看看 你是不是真的售后代管商品安排 假如说在售后代管商品安排的情况下 我企业除了考虑客户 是否取得商品控制权的迹象之外 我还应当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我才表明客户取得了该商品的控制权 也就是说满足这些条件 说明他是真的售后代管商品安排 哪怕这个东西还在我仓库 我是企业 还在我仓库 我有可能认为你客户已经取得了商品的控制权 我就可以确认收入了 如果不属于这种情况 我只能什么时把东西给了您 我什么时才能确认收入 就这个区别 首先看看必须满足哪几个条件 第一 该安排必须具有商业实质 没有商业实质 我根本不确认收入 何谈售后代管商品安排 第二 属于客户的商品必须能够单独识别 在我的仓库里边可能有明朗满目的商品 但是我一眼就能告诉你 就这个东西属于您 我单独给您码放 第三 该商品可以随时用客户的要求交付给什么 客户就是你要 我不是单独给你码放这东西 你要随时你可以拿走 第四 企业不能不能不能 我说了三遍 不能自行使用该商品 或将该商品提供给其他客户 我自己不能随便用 然后我也不能把这东西卖给其他客户 总之这个东西就是您的 只不过您在我的仓库占了一块地 满足这四个条件 哪怕这东西还在我的仓库 我也认为您已经取得了商品的控制权了 我就可以确认收入了 如果不能满足这四个条件 对不起 东西在我的仓库一天 我可能也不能确认收入 啥是给了您 您取得了商品控制权 我才能确认收入 所以一定要同时满足这四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必须就有商业实质很好满足 尤其是大家记住 第二个必须能够单独识别 通常是只要单独马放就满足这个条件 第三 您要要我随时可以给您 第四个 我不能用 我也不可能让其他客户用 同时满足这四个条件 我就可以确认收入 在这有个判断原则 就是通常是越通用的 可以和其他商品互相替换的商品 可能越难满足商户条件 比如说我就是生产这个书写笔的 我仓库里边有十万根书写笔 一模一样 而其中一百根是您的 只要您要 我随时可以给您拿出一百根 但是我这一百根没有单独马放 在这种情况下 它没有满足第二条要求 它也不属于售后贷款商品安排 听明白了吗 要不属于售后贷款商品安排 在我的仓库一天 我不能确认收入 啥时把笔给您了 我啥时才能确认收入 这是判断原则 看完这个内容 我们看例17-23 这是真真正正的售后贷款 商品安排 只要我满足了收入 确认的其他条件 哪怕这个东西还在我仓库 我也可以确认收入 是这个意思 2058年1月1日 甲公司与公司签订合同 向其销售以台设备和专用零部件 该设备和零部件的制造期备两年 甲公司在完成设备和零部件的生产之后 能够证明其符合合同约定的规格 假定企业向客户转让设备和零部件 为两个单项履约义务 并且都属于在某一时点旅行的履约义务 一定是排除法 第一 它不属于我边履约 你边消耗的经济资源 第二 客户您不能控制履约过程中的在线商品 第三 要不没有满足商品就有不可替代用途 要不没有满足 有权收取已发生成本加合理利润 反正这仨都排除了 那就是某一时点 某一时点旅行的旅渐义务 咋着 一锤的买卖 咋着 不计算旅渐进度 啥时东西给您 我啥时一次性确认收入 往下看 209年12月31日 这个日期费差突黄了 接着往下看 乙公司支付了该设备和零部件的合同价款 并对其进行了验收 乙公司运走了设备 但是考虑到其自身的仓储能力有限来了 可能是售后代管商品安排 并且其工厂紧邻甲公司仓库 因此要求将零部件存放于甲公司仓库 慢 你存放在我甲公司仓库 其实你要想到另外一个潜台词 是我甲公司在给您提供什么仓储服务 这个仓储服务很可能构成单项旅约义务 往下看 并且要求甲公司按期指令随时发货 来来来 按期指令随时发货 是不是我已经满足了第三个条件 对不对 对 往下看 乙公司已拥有零部件的法定所有权 并且这些零部件可明确识别为属于乙公司的部件 看这 可以单独的识别 说明我满足了第二个条件 甲公司在其仓库内 单独区域内存放这些零部件 并应以公司要求可以随时发货 来 在这 可以随时发货 是不是 第三条 他进一步说明了这件事 甲公司不能使用这些零部件 也不能将其提供给其他客户 是不是满足了第四个条件 对 那么除了这个二三四 第一个 因为你前面明确的告诉你 这个零部件 是不是按照你的要求设计生产的 对 他具有商业实质 那么等于四个条件全满足了 他属于不属于售后代管商品安排 属于 那既然属于售后代管商品安排 在20某九年12月31日这一天 这个零部件是不是在我的仓库 是但是我可以确认收入了 就是这个意思 只不过我在这晒意的提醒一下 除了销售设备和零部件之外 我还问你 你公司提供了仓储的保管服务 比如说我收取你的价款是100万 那可能设备算成一项旅约义务 然后零部件算成另外一项旅约义务 还有一项旅约义务 总是相写运输 是仓储服务 是另外一项旅约义务 你要把交易价格给它分摊到上边去 才可以 因为题目前面明确的告诉你是 设备和零部件两个单项旅约义务 加上你提供的仓储服务 其实是三个旅约义务 这道题的重点是什么 重点在说什么 2019年12月31日 我已经同时满足了这四个条件 哪怕我仍然替你保存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还在我仓库里边 我也可以确认零部件的收入 而设备你已经拿走了 我当然也可以确认收入 就这个意思 那么再看例17-24 这是假的售后代管商品安排 表面像售后代管商品安排 但是只要有四个条件的 任何一个条件没满足 东西在你仓库一天 你不能确认收入 只有你把东西给了客户 客户取得商品控制权 你才能确认收入 我们看一下 A公司生产并销售笔记本电脑 207年 A公司与零售商B公司签订销售合同 将其销售一万台电脑 由于B公司的仓储能力有限 无法在207年年底之前接收该B电脑 双方约定 A公司在208年按照B公司的指令 按时发货 并将电脑运速至B公司的指令地点 他说207年12月31日 A公司共有上述电脑库存1.2万台 包括一万台将要销售给B公司电脑 然而 这一万台电脑和其余的2000台电脑 一起存放并统一管理 并且彼此之间可以相互替换 不用往下看了 什么叫不用往下看了 看这四个条件 因为你这告诉我 越是通用的 可以跟其他商品相互替换的 越难满足这四个条件 而您现在把这一万二千台电脑 都放在一块管理了 您并没有做到第二条 属于客户的商品 必须能够单独识别 我打开仓库的门 就看见一万二千台电脑 你并不能准确的指出 哪一万台是客户要的 在这种情况下 你在207年12月31日 不满足售后代管商品的安排 你在这一天能确认收入 不能 啥时候你满足了四个条件 你啥时确认收入 如果你永远不满足这四个条件 啥时你把这一万台电脑 给了B公司 B公司取得了商品控制权 你才能确认收入 这个规矩永远不能破 别错了 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二个标题 今年我在这给大家增加了一个 委托代销安排 这是我今年给大家增加的 因为收入准则的东西 它每年在陆陆续续增加 但是我希望大家 凡是我们指南上准则是有的 你都应该会 什么叫委托代销安排呢 也是这个意思 刚才我举了半天了 我有一根笔 我想把它卖了 可是我太懒了 我实在不想自己去卖 我把这根笔交给您 让您替我把这根笔卖出去 这就叫委托代销安排 我是委托方 您是收托方 先看含义 是指我委托方 和您收托方签订代销合同协议 委托收托方 向终端客户销售商品 是您把产品销售给终端客户 而不是我 但是这个委托代销安排呀 也可能有真的委托代销安排 也可能有假的 比如说什么情况是假的呢 第一种 我想把这笔卖了 但是我可能呢 先把这笔卖给您 您取得了商品控制权 您再把这笔卖给终端客户 其实是不是站在您的角度 您已经取得了商品控制权了 对 在我这我就不能叫委托代销安排 所谓的收托方 您如果先取得了该商品的控制权 比如说我把笔卖给您了 将来您不能把笔退给我 然后您卖不出去 也不能找我后账 这就叫您取得了商品控制权 那站在我的角度 我就应该认为我是正常的销售商品 它不属于委托代销安排 也就是说您取得了控制权 它不属于委托代销 真正的委托代销是什么 您作为收托方 并没有获得这些商品的控制权 商品属于谁 我委托方的 您只是替我跑腿的 您将来只是挣的跑腿费 在您把商品卖给终端客户之后 我会给您一些手续费 手续费是您的收入 而产品的收入是我委托方的 是这个意思 这就叫委托代销安排 那么将来怎么判断 它是不是委托代销安排呢 包括但不限于下列进向 比如说第一个 在特定事件发生之前 企业拥有对商品的控制权 比如说举个例子 在您把商品卖给终端客户之前 这个特定事件发生之前 我始终拥有商品的控制权 这个可能就是委托代销安排 第二 我可以要求将委托代销的商品退回 或者将其销售给其他方 比如说其他的经销商 就是我会跟你说 把这东西拿回来 我不让你替我代销 我让别人替我代销 那不还是在证明东西是我的吗 反之还是说明 你没有取得商品的控制权 第三 尽管收入多方可能被要求 向企业支付一定金额的押金 但其实并没有承担 对这些商品无条件付款的义务 可能对于您来说 我怕你糟蹋我的东西 我会跟您要一些押金 但这仅仅是押金 如果你将来没糟蹋我东西 我会把这钱来退给你 但是退的这个钱并不是我们一位商品而发生的 我收你的这个钱也不是一位商品而发生的 将来我从谁那收钱 你卖给中端客户 其实是中端客户最终把这钱给了我 这些用备吗 不用 其实这些都在告诉你一个什么道理 就是受托方未取得 受托方未取得商品的控制权 就这个意思 那么在这儿 我今年给大家补充了一个例题 我们看一下 他说假公司委托秉公司 给个词 假公司是委托方 秉公司的秉公司受得方 秉公司一定是未取得商品的控制权 才能叫委托代销安排 销售W商品200件 W商品已经发出 慢点 W商品已经发出 这个W商品在我假公司这儿 应该叫库存商品 发出去了 他至少应该改个名吧 然后每件成本是60 260成完了不到12000吗 所以在这儿 我就会带库存商品12000 我会改个名 因为我还没有满足收入确认条件 啥是满足 啥时你秉公司把东西卖出去了 我啥时确认收入 所以在这儿 我改名叫发出商品200件 每件60是12000 这是第一步 然后往下我再问一下 合同约定秉公司应按 每件100元对外销售 假公司按照不含增值税的销售价格的10% 向秉公司支付什么 手续费 停 我把这200件东西给了您 站在秉公司的角度来说 这个东西是您的吗 不是 但是您实实在在得到了一部分资产 也就是200件W商品 站在秉公司角度 您先要给我反映为资产增加 有人说老师你糊涂了 你不是说这东西不算秉公司的吗 怎么又反映资产的增加 别着急 我规定每件多少卖100块钱 一共200件 是不是站是2万 对 你增加了一项资产 但是这个资产算我假公司的 不算你秉公司的 你拿了你不应该拿的东西 你是不是形成一个负债呀 对 这就增加了一个负债的科目 带售托带交商品款 然后2万 你看 我增加了一项资产 增加项负债 您还记得不记得在存货 第二章我们讲的时候 将来算秉公司存货的时候 是一借一袋正好相互抵消 并没有反映在售托帮的存货里边 对 这才是正确答案 接着往下看 秉公司对外实际销售100件 慢点 一共我给您200件 拿给您了 您只卖出去100件 那不就等于我只缺了一半的收入 我只节转一半的成本吗 那好 成本60 你要100元卖的 那我这边带主营业务收入 就应该是100件 每件我规定100元是一万 带方有肖像税额1300 这个钱我没收到 应收账款是11300 对吧 我只确认100件的什么收入 同时我确认收入了 我是不是要节转100件的成本啊 还能带库存商品吗 不等了 我这200件的库存商品 已经都改名叫发出商品 我只能带发出商品是100件 每件成本60是6000 借主营业务成本是6000 将来这11300你都能收回了吗 美的你 你不是要给丙公司跑腿费吗 上销售价款的10% 一万的10%是什么 一千 这是我假公司为了买东西而花出去的钱 站在我假公司的角度 它是我的销售费 一万的10%一千 然后借方会有一个进向税额 比如说一千的6%得60 带方 那本来我应该收你一万一千三 但是我应该付给你一部分钱 是不是等于我收你的钱就少了一千零六十啊 对 最后 我只是把我该收的差额一万一千三 减去一千零六十的差额 也就是10240收回来 借银行存款带应收账款10240 没了 这是假公司了 完了吗 你丙公司的业务还啥都没做了 站在丙公司角度来说 第一步收到东西我做完了 我第二步 丙公司网出卖东西的时候 他手里的东西是不是少了 是 他能确认收入 不能 你不可能假确认收入 丙也确认收入 这个东西是假的 假确认收入 当丙网出卖的时候 借银行存款一万一千三 我只能给你证明我手里的东西少了 我直接带售托 带销商品 一百件 每件规定的价格一百 销掉一万 带销项税额一千三 慢点 我饼替你夹卖东西 我这形成一个销项税额一千三 对于我饼来说不是无望之灾吗 不是我的东西 我凭啥要交增值税啊 那这时候我们税法采取的一个办法是什么呢 就是将来你饼网出卖东西时 要给终端客户开增值税装用发票 然后增值税税额一千三等等 其实在我相同的情况下 假会开一个等额的增值税装用发票 给谁啊 给饼 你看你这边卖给终端客户形成销项税额 将来我假 我再给你开一个发票 你不就有一个进项税额吗 所以我收到增值税装用发票的时候 这就和进项税额一千三 你看这回才合理 我替你卖东西 销项一千三 进项一千三 销项是我开给终端客户的 进项是你假开给我的 我不会因为卖产品 而产生增值税 这有个进项税额 那借方是不是还要返出 受托代销商品款 负债减少 我把你存我的东西卖出去了 我不该拿的东西不就少了吗 最后贷方是应付账款 一万一千三 将来我给你钱的时候 是给一万一千三吗 不是 将来我给你钱的时候 是借应付账款一万一千三 我只给你一零二四零 为啥呀 因为我应该收你的什么 手续费 我要把它扣出来 这个手续费 在我秉着可能反映为其他业务收入 不是销售价款的百分之十吗 就是一万的百分之十一千 最后 我这有一个肖像税额 一千的百分之六 那是六十 我这边产生肖像 你记得不记得 当时你这边产生迹象 这六十 是我饼替你刨腿 本来产生的收入 也就是手续费 我该交的肖像税额 这就有我正常的负担了 就可以了 到这为止 这一道题才算结束 假 大家非常简单 我只强调一句话 假什么是确认收入 什么时候 饼把东西卖给了终端客户 或终端消费者 饼给了你一个代销清单的时候 你才能确认收入 而我们对于饼来说 你对外卖 你销掉的是受托代销商品 如果你收到假给你开的增水状 发票 你销掉的是受托代销商品款 最后你支付的是 直接把他额支付了 把属于你的钱扣下来 作为其他业务收入 产生你的销项水盒 今年账补齐了 我就不欠大家任何交代 这块内容 我就全给你补齐了 这块内容 我就给大家说的 那下边我们看标题三 关于合同成本 这个合同成本呀 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叫合同履约成本 那么顾名思义 就是我作为企业 我为了履行合同而发生的 但又不属于其他章节规范范畴 比如说它绝不属于存货呀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这些范畴而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 应当作为合同履约成本来确认为一项资产 这个合同履约成本确认为一项资产 这资产叫什么名 很简单 这资产的名字就叫合同履约成本 它就是一个会计科目 你将来就会见到 有人说我没明白 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跟冬奥签了讲课的合同 我为了更好的给自己营造一种气势 那我可能雇佣你们来当我的拉拉队 你们会白给我当拉拉队队员 不会呀 我可能会给你们买衣服 我可能会给你们买什么水呀 汽水呀什么等等 反正我拉拉队有花销 这一部分花销 是不是我为了履行跟冬奥的合同而发生的成本 对 但是这一部分成本算不算什么存货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不算 而且它要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才能作为合同履约成本 比如说我真的满足了下边三个条件 将来我为你们花的钱 我就会带银行存款 借合同履约成本 它就是一项资产 好往下看 第一个 该成本与一份当前和预期取得的合同直接相关 因为我跟冬奥签了合同 我才请你们来给我当拉拉队 这不就是跟合同直接相关吗 包括我们所说的直接人工 直接材料制造费用或间接费用 然后明确由客户承担的成本 以及因该合同而发生的其他成本 我给您买拉拉队队服呀 什么买的摇提呐喊那种零呀 荧光棒呀 全都算 为什么明确由客户承担的成本 算我的合同履约成本呢 我只说两句话 第一 合同履约成本最终会转到你的主营业务成本里边去 而明确由客户承担的成本 是不是羊毛出的羊身上 将来我跟客户谈合同价款时 我合同价款里边包含这部分 你合同价款里边要包含这部分 你花的这部分钱 当然也可以算你的合同履约成本 最后形成你的主营业务成本 我这么说听懂了吧 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该成本增加了解未来用于旅行或持续旅行 履约义务的资源 你看 你们给我摇提呐喊玩了命的 张老师讲的真好 张老师讲的特别好 所有人都认识我 地球人将来有一天都认识我 只听我的课好为我独尊 有点夸张吧 但是是不是我的成本 增加了我履约义务的资源 对 第三 该成本预期能够收回 那不是小菜一碟吗 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 我可能为你花的拉拉队的钱 连衣服什么带什么运输费呀 等等什么杂费可能才一万块钱 但我讲课能挣一百吧 这成本算不算能收回来 能 那么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 我们就把它确定为合同 履约成本 一定要记住是为履行合同发生的 而且不属于其他商业的范畴 跟合同有关增加了你履约的能力 成本预计可能收回 我们就把它确认为一项资产 叫合同履约成本 其实大家想一下 资产不是有一个条件是什么 成本能够可靠计量 经济力很可能流入企业 它为什么有第三个条件 不就等于不言而喻了吗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在这 企业应当在下列支出发生时 将其记住当机损益 换句话说 它不满足资产的确认条件 比如说第一个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它只是一个期间费用 你当然不能把它资本化 确认为资产了 除非这些费用明确由客户承担 要明确由客户承担 它算我的成本 因为将来羊猫出的羊绅舍 我跟客户谈价款时 我收入里边就喊着这部分钱 第二非正常消耗的料工费 因为这一部分支出 是被履行合同发生的 我承认 但没有反应在合同价款 就跟我前面举的那个例子 我讲了五个小时课 前四个小时都作废了 都要给钱吗 不给 只给我最后一个小时钱 这种非正常消耗的 只能记住当机随意 第三于履业义务中 以履行 包括以全部履行 或者部分履行 部分相关的支出 也就是说 这一部分支出 是跟企业过去的履约活动相关 是不是在你们财务成本管理里边 讲一个沉默成本呀 这一部分 跟我未来的合同没关系 我这讲的是跟当前或预期取得的合同相关 而您是跟过去的合同相关 不能确认为现代的资产 第四 无法在尚未履行的与履行的履约义务之间 区分相关之处 没办法区分 我宁可什么费用化 因为不得高估资产或收益 这不也符合我们所说的谨慎性原则吗 其实每次念到这 你没发现我舌头都有点发瓢吗 就跟让我想到是什么红鲤鱼 绿鲤鱼和驴 如果你说话了 不就容易出问题吗 但是明白这个意思就行了 这些都不能确认为资产 因为不符合资产的确认条件 只能计堂其随意 我们看例17-25 假公司已公司签订合同 为其信息中心提供管理服务 合同期限五年 在向已公司提供服务之前 假公司设计并搭建了一个信息技术平台 供其内部使用 该信息技术平台有相关的硬件来了 可能是固定资产 软件可能是无形资产 是一定分别是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 不是 你忘了一句话吗 在固定资产那章我们就说过 如果软件是硬件运行 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我们把软件加硬件之和 统一作为固定资产核算 但如果软件不是硬件运行 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硬件算固定资产 软件算无形资产 对不对 但不论我怎么说 它肯定不是合同履约成本 因为它属于固定资产那一张 无形资产那一张的范畴 假公司需要提供设计方案 将该信息技术平台 与已公司现有的信息系统对接 并进行相关测试 是不是会发生测试费用 对 这个测试费用 就是我们后边所说的合同履约成本 接着往后看 该平台并不会转让给已公司 但是将用于向已公司提供服务 假公司为该平台的设计 购买软件硬件 以及信息中心的测试 发生了成本 除此之外 假公司专门指派两名员工 负责向已公司提供服务 那么咱就分析一下 这些成本哪些属于合同履约成本 哪些属于其他章节核算的成本 第一 您购买的硬件和软件的成本 要分别按照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进行会计处理 前面是不是说过了 第二 你的设计服务成本和信息中心的测试成本 是不是花钱了 是 首先可以肯定 它不属于其他章节规范的范围 或者说 首先 第一 它满足了跟我当前合同直接相关 第一个标准 第二 它增加了我假公司未来用于旅行旅约义务 也就是提供管理服务的资源 第三 如果我再能确定预期的成本 可以通过未来提供服务收取的对价收回 三个条件都满足了 我就把设计服务成本 我就把信息中心的测试成本 确认为一项资产 咋确认 就是你花钱的时候 代银行存款 借方就是我们所说的合同 履约 成本 这就叫确认为一项资产 另外不还有一件事吗 假公司向两名负责该项目的员工支付了什么 工资费 首先我可以肯定 它是跟我向已公司提供服务有关 换个词 它向我们当期和预期将要服务的一份合同有关 但是第二个条件它没有满足 它并没有增加企业未来用于履行履约义务的什么资源 我的设计服务成本 我信息中心的测试成本花了 我这平台就能合格引擎 我拿这平台我就能出去赚钱 说的不夸张 我就拿这平台能出去梦钱 但是你这工资 这俩工人 我能不能出去赚钱 这个钱我是不是都必须花呀 它没有增加我未来的资源 没有给我带来好处 当然它不符合资产的确认条件 第二条没满足 还用判断第三条能不能收回吗 不用了 这一部分我就应该在发生时记住什么 当期随意 没了 这就是这块内容 我就说的啥 这是例十七杠二十五 哪些属于其他章节的成本 哪些属于这一章的成本要知道 例十七杠二十六是2021年新增的章节 他说假公司经营一家酒店 该酒店是假公司的自由资产 假公司在进行会计核算时 除了发生餐饮商品成本 这些之外 还需要具体与酒店经营相关的固定资产的折旧 比如说酒店呀 客房呀 客房内的设备家具等折旧 无形资产的摊销 比如说酒店土地使用权等费用 那这些费用 这些摊销 我到底该记住正常的损益呢 我还是该资本化 先给他记住合同履约成本呢 我唯一的判断标识 就是您这些发生的费用也好 折旧也好 摊销好 是不是跟客房服务 或者跟客户向他提供服务相关 如果相关 那好 我可以非常肯定 跟客房服务相关的资产折旧和摊销 比如说客房里边设备的折旧 或者客房占用的土地的无形资产摊销 属于假公司为旅行与客户的合同而发生的服务成本 我要看你是不是满足资本化条件 咋就算满足了 你又糊涂了 第一个是跟当前和预期将要行使的活动 旅行的合同相关 第二 是不是增加了未来什么 未来履行履约义务的资源 第三成本很可能收回 如果满足这三个条件 我们就把它作为合同履约成本来进行会计处理 在这时候 你可能要做的分路是 借合同履约成本 什么待累计折旧呀 什么累计摊销呀 就是这个意思 将来你会知道 这一部分合同履约成本转哪去了 转主营业务成本里边去了 因为我客房服务赚的钱叫主营业务收入 客房服务提供的折旧摊销 先通过合同履约成本过渡一下 最后转了主营业务成本 所以最后摊销是进入营业成本 好理解吧 好理解 但是还有一部分是跟客房服务没关系 比如说我跟客房服务不直接相关 我是财务部门的折旧 我是销售部门的折旧 那就正常的记住当期损益 也就是说将来你的折旧和摊销 借管理费用呀 什么销售费用 代方是什么累计折旧 累计摊销 这部分直接走损益就可以了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 我们所说的折旧摊销都走损益 跟客房服务相关的先走合同履约成本 因为客房服务收的钱算主营业务收入 我想我就说清楚了 这是今年新增的一个例题 那么口号合同取得成本 刚才是合同履约成本 就是为了履行合同而发生的钱 现在是为了取得合同 而发生的增量成本 这个增量成本 貌似我们在金融工具那章就讲过 就是取得合同一定会发生的成本 反之不取得合同一定不会发生的成本 是不是就叫增量成本 对当这一部分增量成本 预期能够收回 那不是满足了我们第一章总论 资产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这个条件吗 我们就可以把合同取得成本 确认为一项资产 是什么资产 它的会计科目就叫合同取得成本 能给我举个例子吗 为了取得合同一定会发生的 不取得合同一定不会发生的成本 最典型的就是销售拥击 我是企业 我明确跟你说 你出去签合同 签一份合同 往合同金额的10%给你拥击 你要没前程 能给我拿这10% 不能 你签成了 我一定会给你这10%的拥击 记住了合同履约成本 我们最典型的就是销售什么 佣金 把这个给我背下来 你实在不理解就背下来 它是一定取得合同必然发生 不取得合同一定不会发生的 我们叫合同取得成本 那么将来这个合同取得成本呀 它是要摊销的 为了简化处理 如果你的摊销期限不超过一年 我允许你在发生时 记入当期损益 啥意思 比如说你签的这一份合同 最后可能只有四个月的期限 没超过一年 那么将来你是贷银行存款 借合同取得成本 那么将来我允许你马上贷合同取得成本 借方 比如说销售费用 甚至我直接就是借销售费用 贷银行存款就可以了 这是可以直接记入当期损益 你可以才用这种简化处理办法 但是你对所有类似合同 一致怎么着才用 那么第三个 有一部分费用 你取得合同 它会发生 你没有取得合同 它也会发生 这一部分增量成本之外的其他成本 能不能记入合同取得成本 不能 比如说 你无论是否取得合同 均会发生的彩旅费 什么投标费 为准备投标资量发生的费用 这一部分不满足合同取得成本的定义 你在发生时 我直接给你记住当期损益 除非这些支出明确由客户承担 又来了 它要明确由客户承担 虽然是我花的钱羊毛出的羊身上 将来这部分钱反映的合同价款确认为收入 那我花的这部分钱才可能记入成本 是这意思吧 除这个之外 它不是我取得合同一定发生 不取得合同一定不会发生的 我直接走当期损益 它不能确认为资产 在这我提示大家一句话 您这合同取得成本 也就是销售佣金 可以记入我们所说的资产 但如果我是现有合同许约 比如说我们公司有规定 你新开发一个客户 我按10%给你提销售佣金 如果这客户还能许约 我续约可能按6%给你提销售佣金 我不关心比例 这6%算不算合同取得成本 算 还有合同发生变更 比如说我原来跟客户 签了一个1000万的合同 在还没有执行完的时候 客户把合同金额改了 改成3000万了 你可能要额外给我2000万 对应比例的销售佣金 这一部分额外的拥击 我们也认为它是取得合同发生的增长成本 也属于合同取得成本 初次的叫合同取得成本 续约或发生变更 额外的拥击也视为合同取得成本 说清楚了吗 好 那么在这我们看 第17-27 甲公司是一家咨询公司 其通过竞标赢得一个新客户 为取得该客户的合同 共发生下列支出四部分 记住了 必须发生的 或者说取得合同 必须发生 不取得合同 一定不会发生的 我们才确认为合同取得成本 最典型的是谁 销售佣金 剩下的都即当其随意 第一个 聘请外部律师进行禁职调查的支出 一万五 我可能没有签成合同 这个禁职调查 我是不是也做了 对 它不属于增量成本 它在发生时即当其随意 第二 因投标发生的拆旅费一万 是不是我取不取得合同 它都已经发生 对 它不属于增量成本 也是即当其随意 第三 销售人员的佣金为五千元 这五千元 是我取得合同 才会给销售人员的提成 我要没取得合同 根本不会给 它是我们所说的增量成本 而且他告诉你 假公司预计这些支出 未来能够收回 满足资产的确认条件 我就把它确认为合同 取得成本 确认为一项资产 而第四个 假公司根据其年度销售目标 整体盈利情况 以及个人业绩等 像销售部门经理支付 年度奖金一万元 这貌似跟合同都没啥关系 我们就把它记住 当其随意 所以这里边 只有销售佣金 可以作为合同取得成本 有人说还有没有其他的 有 但是准则没有特别劣势 您就记死了 这一个就可以了 这是我给大家举的这道例题 那么再看 例十七个二十八 他说假公司相关政策规定 销售部门的员工 每取得一份新合同 可以获得提成一百 这叫合同取得成本 没问题吧 现有合同每续约一次 员工可获得提成六十 这也叫合同取得成本吧 对 合同改变的额外拥金 也叫合同取得成本 你只要满足预期上述提成 均能够收回 那不就是经济利益 很可能流入企业吗 我就可以把你确认为什么 一项资产 这项资产的名字 就叫合同取得成本 它既是我们所说的名字 也是会计科目 好 后边的内容 我就不再给大家单说了 那么考三 合同履约成本 记住 它是为履行合同 而必须发生的 拉拉队的成本 合同取得成本 记住是销售佣金 这俩你不都号称资产吗 将来资产 我们是要进行什么 贪销的 然后将来资产 有可能会发生什么 简直 我们要讲这块内容 先说第一个 贪销 对于确认为资产的 合同履约成本 合同取得成本 我以什么口径贪销 或者说 我以什么作为基础进行贪销 记住 这儿我是看收入的脸色 啥意思 就是如果我与该资产相关的商品收入 我确认方法确定了 我就按那个方法进行贪销 记住当期随意 慢点数 先不说别的 合同履约成本 是不是它是一项资产呀 合同取得成本 是不是一项资产 行程时资产都在接方吧 对 将来贪销时都在待方 那就贪销时 待合同履约成本 待合同取得成本 没问题 但借方科目不同 合同履约成本 是跟履行的当前或预期取得的一份合同有关 合同我会产生收入 那对应的合同履约成本 我会产生主营业务成本 同理 合同取得成本 是我为了卖东西给你的销售佣金 它是跟销售有关 所以它贪销即销售费用 有人说会计科目 我清楚 你还是没告诉我怎么贪销呀 你糊涂了 我都不用再说 比如说我要问你收入确认的方法 不就有两种吗 一种叫某一时段旅行的旅约义务 能给我再背一遍吗 站在企业的角度 我旅行旅约义务 然后我提供的经济利益 您在我边旅约 您就边消耗了 这属于段旅行 第二 您客户能够控制旅约过程中的再减商品 这是段旅行 第三 就是商品具有不可替代性 而且我企业能够在整个合同期间内 有权就来计已完成的旅约部分 收取成本加合理利润的款项 这是段旅行 除了这三种段旅行 剩下的不就是我们所说的点旅行吗 那您要告诉我段旅行怎么确认收入 很简单呀 段旅行是要算旅约什么进度 比如说 你旅约进度 算出来 假如说第一年的旅约进度是百分之二十 那好说 你是不是就用总的交易价格乘以百分之二十确认了收入 对 那我这儿的合同旅约成本 合同取得成本 我也谈销百分之二十 我这么说 你能听懂吗 如果到了第二年 我累计的旅约进度 比如说百分之八十 那我谈多少 谈百分之八十 不是 我第二年是累计的旅约进度百分之八十 不就等于百分之六十吗 第二年本年 那我就再谈一个百分之六十的合同旅约成本 再谈一个百分之六十的合同取得成本 依次累退 如果你是某一十点旅行的旅约义务 那不就是一锤的买卖吗 那就是一次性确认收入 就是你啥时确认收入 你马上一次性把合同旅约成本全部给我摊到主营业务成本 把合同取得成本全部给我摊到销售费目里边就可以 所以这俩成本的摊销是要看收入确认的脸色 别错了 我就说到这 那么第二个 在这我想说几句话 就是在你确定与合同旅约成本 合同取得成本有关的资产的摊销期限和方式时 如果资产于一份预期将要取得的合同怎么着相关 也就是说将要取得的合同 是你在以后期间才会确认收入 对不对 对 那在这一种情况下 你合同取得成本 合同履约成本的摊销 你不是要跟收入的口径一致吗 你就应当考虑该预期将要取得合同的什么影响 这就是跟新合同有关 你新合同确认收入时摊销新合同的合同取得成本 摊销新合同的合同履约成本 那么再往下说 对于合同取得成本而言 如果合同续约 慢点 合同要续约 我把这理解为原合同 比如说他有一百块钱的合同取得成本 而后来合同要续约的时候 可能有六十块钱的额外的佣金 那么将来这一部分佣金 我应该是怎么摊销呢 企业不是仍然要支付与取得原合同相当的佣金吗 他现在在说这六十 这表明取得原合同时支付的佣金 与预期将要取得的合同无关 该佣金只在原合同期限内进行摊销 这不是多一道手续吗 就是这一百在原合同期限摊销 这六十在续约的合同期限摊销 分别摊销 就是这么一句话 跟谁有关 就摊在谁的期限内 那么第二个 企业应当根据预期向客户转让与上述资产相关商品的时间 对资产的摊销情况进行复合并且更新 如果变了是会计估计变更 即死了 跟第十七章收入有关的所有变更都是会计估计变更 即死了 跟这一章有关的都是会计估计变更 前边我还说过 跟固定资产 跟无形资产 跟收入 这三章变更的都是会计估计变更 别错 后边我还会跟你怎么解 那么第二个 简直 合同取得成本 合同履约成本 它也是资产呀 是资产就有可能发生减值 我们可以具体它的减值准备 将来我合同履约成本 合同取得成本 如果没有摊销 比如说你就是某一十点旅行的履约义务 你是一次性确认收入 一次性全额摊销 在你没有确认收入之前 它是不是有相应的账面价值 对 但如果你面对的收入是某一时段履行的履约义务 它可能分期陆陆续续按履约进度摊销了 那是不是摊销之后的金额 是它的账面价值啊 对 那我就拿账面价值跟下边两项的差额去比 你可以把下边的两项差额理解为像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啊 如果你账面价值大 可变现净值小 那不就等于贬值了吗 我就把这个差额给它具体减值准备 那就是借资产减值什么 随时代方合同履约成本减值准备 合同取得成本减值准备 就这么做 现在有一个问题 我是跟哪两项的差额去比 实际上你只要联系一下存货的可变现净值 这块内容就出来了 比如说第一项 且因转让与该资产相关的商品预期能够取得的剩余对价 也就是说我不是转让商品了吗 我还能够取得的剩余对价是多少 你把它类似的看成存货的估计售价 第二为转让该相关商品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 你把它理解为估计的相关税费 用估计的售价减估计相关税费 是不是就得到我们估计的可变现净值 就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你还没有贪销的这部分账面价值 是不是要不计主营业务成本 要不计销售费用 对啊 将来你还能收到的钱减去你的成本 就是你还能净赚多少钱 如果你将来要贪销的成本的账面价值 比你净赚的钱大 这不就是发生了减值吗 将来我要具体减值 在这我给大家明确一句话 合同资产 这是我今年特意给大家补充的 说两句话 第一 合同资产是不是属于22号准则 也就是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准则 合算的范畴属于 跟他类似的是一个收款权 叫应收账款 如果应收账款发生了减值 我们是这样做的 我们应该用预期信用损失法 叫借信用减值损失 代方用的是坏账准备 那可能有人会问了 这个合同资产是不是也属于金融资产 属于 那这个合同资产是不是也用的预期信用损失法 是 那么这个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是不是对应的也是信用减值损失 不是 为什么这个不是 其实今年证监会出了一个文特意说了 你看 合同资产是一个收款权 应收账款也是一个收款权 但是他明确的说了 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对应科目不再用信用减值损失 而用的是资产减值损失 对不起 这就是我让你单记的 这一定要给我单独的把它记上就可以了 这是计题减值 明明都是收款权 坏账准备就用信用减值损失 而我们合同资产减值准备就用资产减值损失 这俩 还有一个相同之处 这俩减值都可以转回 那有人可能就问了 合同履约成本 合同取得成本 减值准备可以转回 可以 没问题 所以减值的转回 以前期间减值的因素之后发生变化 使得你一减二的差额高于资产账面价值的 那要把减值给它转回 就是写成反项 借合同履约成本减值准备 借合同取得成本减值准备 加上我们补充的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带什么资产减值损失 但我有一个要求 就是将来你转回的时候 是不是冲减资产减值损失 对 要记住当机随意 而且你转回后的资产减值 之后的资产的账面价值 不应该超过假定补给提减值准备情况下 该资产在转回日的账面价值 也就是你最多最多能转回你提取的减值 你不可能比你提取的减值还要多吧 对 你们已经想到了我要说什么 没问题 我要说的是能够转回的减值 您老人家到现在为止 除了差我们第十九章的地研所得税资产所有能转回的减值 我已经全讲完了 我再跟你说一遍 除了我提到的这些减值 剩下的减值是不能转回的 别错了 剩下的减值是按第七章资产减值的规矩来处理 第一我们能转回的是存货跌价准备 你记题的时事借资产减值损失 带存货跌价准备 转回可以写成反向 第二能转回的就是我们最简形的坏账准备 借信用减值损失带坏账准备 可以反向转回 我们能转回的是债权投资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贪 对应的减值准备 借资产减值损失带债权投资减值准备 可以转回反向 我们能转回的是宗债 记得不记得宗债的减值 它是通过其他综合什么收益 然后信用减值准备 这个科目记题的时候借信用减值损失 带其他综合收益信用减值准备 当然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贷款损失准备 比如说我为了贷款承诺 贷房预计负债这些 这些科目最大的特点 它用到的对应科目都是信用减值损失 您记此一句话 凡是对应科目用的信用减值损失的 我们不考虑极特殊情况 换句话说考试的范围内 凡是对应科目是信用减值损失的 我们都是可以转回的 我们都是可以转回的 听懂了吗 剩下的还有什么 比如说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它明明用的是预期性损失法 但是它对应科目是资产减值损失 还有什么 还有我们所说的 刚刚学完的合同取得成本 合同履约成本的减值准备 这些对应的也是资产减值损失 还有什么 你千万别忘了 持有待受资产减值准备 持有待受我简写啊 减值准备 对应的也是资产减值什么损失 除了我提到的这三用的是信用减值损失 剩下我没有说到的都用的是资产减值损失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第十九章将会学到的 地盐所得税资产 有人说他用的是资产减值损失 还是信用减值损失都不是 就是他可以把它金额冲掉一块 就是发成减值 然后他可以恢复一块 就这意思 我现在除了第八点地盐所得税资产 这一块内容我还没跟你说 剩下的内容我已经全讲完了 这就是我们整本教材能够转回的减值 您老人家必须把它背起来 因为这一套题是高评考诫 单选多选经常在这考题 千万别错 那我最后再说一句话 在你确定合同履约成本 合同取得成本减值损失时 记住了 我们当时之所以确认这两个资产科目 不就用的是排除法吗 不属于其他章节范畴的 我才属于这 那么减值我也用的是排除法 我先把其他资产的减值损失 像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给它确认好了 然后我在本节的内容 确定合同履约成本 合同取得成本的减值 就这个意思 其他的不再拓展去说 到这儿为止 就意味着标题三 关于合同成本的所有内容 我就给大家讲完了 那这一讲我就讲到这儿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